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格末期1975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进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1978年大学毕业后 留校任党务干部 1983年调入福建省委办公厅 正式踏入仕途 蔡奇曾先后在家乡福建和景陵的浙江 与习近平有着20年的上下级关系 到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后 他的仕途异常顺利 2013年11月 蔡奇出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 四个月后便调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出任办公室副主任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凌驾在一切中共强力部门之上 包括党政架构下的警察系统和特务机关 当时在中共党内 江派势力还很强大 习近平危机四伏 国安委成立后 很好地帮助习近平稳固了其权力和地位 而蔡奇也更加被信任 从那时起 她开始逐渐介入中共国安事务 2012年7月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蔡奇 以探望本家二舅的名义登上台湾岛 在七天的行程中 她与在野的国民党的高层连战和洪秀柱 讨论了促进两岸融合统一等相关话题 蔡奇在日记中写道 虽然体制不同 但只有加强交流 才能促进两岸融合 中共对台统战工作应从基层做起 这才有地方使 连战和洪秀柱都是出了名的亲共派 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 六十一岁的蔡奇以普通党员身份 接任北京市委书记 同时卸任北京市长 她是中共首位非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 十九大之后 蔡奇越籍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跻身中共国家领导人 她没有可炫耀的政绩 在民间的口碑也很差 但却能屡屡获得破格着身 这样的升迁速度 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非常罕见 蔡奇在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 还干了几件民怨沸腾的大事 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清理低端人口 2017年11月 蔡奇指使公安等部门的大批人员 驱赶居住在北京郊区的 数万名外来务工人员 迫使他们在寒冬中流离失所 蔡奇在内部讲话表示 党员干部要清零一线独占 驱逐北京低端人口要刺刀剑红 虽然蔡奇已经非常受习近平信任 但她表忠心依旧是不遗余力 2022年6月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在党代会做报告时说 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脸 远见着实和领袖分发 让我们深受感召 蔡奇与康生有些相似 两人都是狠角色 都靠权术博得当权者的信任上位 而政绩都乏善可成 康生曾对身边人说过 他不懂搞经济建设 只懂搞阶级斗争 1942年 康生利用他控制的特务机构 中共中央社会部协助毛泽东 掀起延安整风运动 在中共内部制造红色恐怖 1966年 康生等人又帮助毛泽东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导致全国陷入混乱 康生在此期间 担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也就是国安部的前身 在那两次政治运动时期 康生都控制着以反情报 对内清洗为主要功能的特务机构 与之相比 今天蔡奇的角色 很类似于当年的康生 今年3月末 蔡奇接替丁薛祥 兼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 根据中共的描述 这个机构属于党务部门 主要功能是监督中共中央 和顶层政府机构党员干部的政治动向 官方称之为 指导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纪律建设 习近平当局还在3月中旬宣布 组建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 这个部门的名字 酷似延安整风时期 令中共党员文风丧胆的中央社会部 两者警察工作而资 1939年10月 中共中央盘踞陕北延安时期 成立了中央社会部 负责情报与反情报工作 首任部长是康生 三年后 1942年 毛泽东发动党内大清洗 名为延安整风 康生利用中央社会部充当帮凶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提到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令人闻风丧胆的整人模式 共产党以整肃小资产阶级毒素的名义 清洗着人的文明、独立、自由、容忍、尊严等价值 一位参加过延安整风 挨过整的中共党员回忆说 当时被拉去逼供性 一种逼迫录取口供的方式 在极度高压之下 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 编造谎言陷害别人 有研究认为 延安整风 共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 在后来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 康生依旧利用他当时控制的特务机构 中共中央调查部 配合毛泽东等人 将那场人整人的权力游戏 演变成十年浩劫 对于文革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说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 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 多少百万人含恨已忠 多少家庭分崩离析 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 多少书籍被复之一具 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 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 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已进行 据一些学者估计 十年文革 共造成约两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罹难者包括平民 红卫兵与中共军人 邓小平曾对外国记者说 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 那可是天文数字 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康生在1966年5月文革刚爆发时 出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同年8月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进入权力核心 当时他在党内排名第七 康生能在两次重大政治运动中 掌管特务机构 充当先锋打手 绝不是他的运气 也不是巧合 而是因为他是被党选中的那个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 今天的人几乎不再去谈论库立康生 也很少有人记得康生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所作所为 但在今天的中共体制内 一个相似的酷立角色正在渐渐沾露 他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 中共二十大之后 蔡奇接替王沪宁分管中共意识形态 据此推测 他很可能出任首届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 进而整合领导具有内卫性质的党务系统里的特务机构 如此 他的角色将更接近康生 蔡奇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 在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和王沪宁之后 但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权力已经被习近平放大到 可以威慑政治局常委以外 所有党政军要员 包括对习近平虎视眈眈的江派核心曾庆红一伙人 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重塑了中共权力格局 蔡奇获得更大权力 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身份 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奇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人 第一人是当年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 1976年10月他动用中央警卫局这支武装力量 逮捕了毛泽东妻子江青和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等人 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 此事件也被称为怀仁藤政变 中办主任是个特殊的职务 管理着中南海内务和中共领导人的保卫工作 也同时掌握着中共领导人的身家性命 对内有防止政变的责任权力很大 历届中办主任都由中共党魁信得过的人担任 除了中办主任 蔡奇兼任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的权力也很大 管理顶层中共党政机构的党务工作 同时有监视党政要员的任务 属于特务色彩浓厚的机构 蔡奇还有一个被外界忽略的职务 2015年4月 蔡奇卸任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 但在8年后的2023年年初 她再次调回国安委出任办公室主任 协助习近平处理国安事务 目前蔡奇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身份 管理中共意识形态 负责中共领导人的警卫工作 参与国安事务 以及控制党务系统内 具有特务色彩的监督管理机构 中共党政军都各自设有特务机构 比如被外界熟知的 军队系统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情报局 原总参情报部 政府系统的国安部 党务系统的统战部等 上述特务机构的工作重点 偏重于对外展开特务活动 收集情报 而类似康生过去掌握的特务机构 则侧重于反情报活动 侧重对内整肃 所谓内监 及内卫工作 鉴于特务是个见不得光的职业 中共并未对外明确 蔡奇管理之下的党务机构的特务性质 但书里已确定的信息 会不难发现 蔡奇实际控制着党务系统里 具有对内清洗功能的特务机构 虽然自立前 但如今蔡奇的权力 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康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